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6月23日星期二的天下新闻 爱洋素素 立刻带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新冠疫情这个星期 再次越过了一个严峻的里程碑 截止星期二 全国已经有超过233万人确诊 超过12万1千人是死亡 面对当初疫情出现反弹 今天出席国会听证会的福奇认为 未来数个星期是考验他们抗疫能力的关键时刻 包括传染病专家福奇 FDA局长 CDC总监 和HHS助理部长 四位高级卫生官员 星期二出席了国会听证会 福奇在会上保持了他谨慎乐观的态度 指美国在研发新冠疫苗上取得进展 有望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研发成功 他说距离成功研发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不过福奇敦促美国人并不好因此松懈 并只见到美国近几个星期疫情恶化 令他感到不安 根据John Hopkins大学统计数据 美国过去一个星期总确诊人数比前一周飙升30% 26个州都出现了确诊人数至少上升5%的情况 而且近期新增感染人数的年龄 多数落在18至35岁之间 上周末在加州和新冠病毒相关的住院人数 以及重症监护病人数商上创下了新高 州长早前下达全州新的口罩令 佛罗里达州的7日平均新增病例上个星期六创下了新高 并在周一冲破了10万 德州最近也报告了新冠住院人数的纪录高峰 过去一周住院人数上升37% 州长阿波特指该州的确诊人数飙升令人无法接受 又指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不排除会再实施居家令 而在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举行竞选活动的阿里桑拿州 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人数暴增一倍 该州在今天出现破纪录的3591例确诊 当地和新冠相关的普通病床 重症监护病床 以及呼吸机的使用人数 在星期一都拆出了纪录新高 总统特朗普计划在凤凰城一所教堂 举行大约3,000人的室内竞选活动 该市市长对此次立新的口罩条例 并敦促包括总统和州长等所有出席竞选活动的人 都要戴口罩 从来不在镜头前戴口罩的特朗普 今晚究竟会不会破例 将会成为今次竞选活动的焦点之一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